还有这个左手的这根小指头受了伤要陪人家800万 很难相信吗 这是新竹一名男子久后跟人发生冲突 混乱当中伤到了社区女主委的左手小指 害得他小指肌腱还有神经血管断裂 偏偏女主委是一个钢琴老师 小指受伤不但影响到他的教学 就连表演都必须要暂停 新竹地方法院最后判决这名男子要陪女主委 790多万相当于800万的巨额赔偿 酒喝多了卧室代价很大 新竹一位徐姓男子久后跑到社区陈姓女主委家 和在场的立名男子起冲突 混乱中徐姓男子用酒杯重级误伤陈姓女主委的左手 造成他小指肌腱神经血管断裂 由于女主委本身是一位钢琴女老师 小指受伤造成他教学演奏全停摆 你是我们的第二个神明 那曲子会被受限住 我八录音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太顺 那其实因为在演奏的时候 他其实差的时间差就是很短 他是说所以大概会有影响 食指在黑白琴剑上弹奏 少一指都不行 成型女钢琴师就因为左手小指被误伤 经过两年多的附件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 每个月六万多的钢琴教学收入没了 每个月二十多万元的演奏活动进账也泡汤 两年下来工作损失高达六百多万元 再加上精神卫腐机 女钢琴师要求对方要赔偿 而伤到钢琴女老师的代价 现在新竹地院就判决 这位寻姓男子必须赔给女老师 七百九十多万元